2021年2月17号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计算截至美东时间周二 也就是2月16号 全球新冠病毒病例总数 已经超过了1亿800万例 那死亡人数也超过了241万例 而单日新增确诊还有死亡人数 截至到这个周一 也就是2月15号 美国有52,685例确诊 985人死亡 英国的部分是9776例确诊 235人死亡 法国的部分是60,972例确诊 1413人死亡 印度的部分是9,121例确诊 81人死亡 而巴西的部分是32,197例确诊 528人死亡 来到亚洲日本的部分是973例确诊 72人死亡 而中国官方的通报疫情数据受到外界的质疑 因此我们这里暂且不报道数据 那因为疫情再起呢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我们退出健康1加1抗疫身心灵的系列直播节目 希望能透过专家来自不同面向的分析 随时来陪您追踪疫情 陪伴大家平安度过 每周二到周六早晨9点到10点 我们会邀请专家来做正直播 即使回复大家的提问 同时提醒大家 请关注新唐人电视台 ntdtv.com slashhealth 以及大紀元健康频道 以及大紀元直播频道 那你如果正在收看YouTube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健康1加1YouTube频道 那你可以留言按赞 并且打开频道订阅 有一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的发布时间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疫情的报道 感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感觉不是甚至死亡的病例是越来越多 在近期西班牙一家养老院的78名老人 在接种第一剂辉瑞疫苗之后 竟然全部检测出阳性 而且有7人死亡 另外美国加州再添一个死亡案例 这个人在接受疫苗之后猝死了 根据西班牙官方的通讯社爱菲社报道 位于西班牙托莱多省的 拉加特拉市的一家养老院内 有78名老人和33名工作人员 在1月13号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不过仅6天之后 其中的10名老人陆续出现染疫的情况 那养老院呢 本月发出的声明称 1月25号所有接种疫苗的老人 均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的反应 另外有12名工作人员也被确诊了 目前有7名老人死亡 4名被送医治疗 在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病毒在英国变种之后 正在以惊人速度传播 尤其在美国变种病毒每天9天 每9天翻倍的速度增加 美国国家过敏传染病学研究院的主任佛奇 他估计下个月底之前 变种病毒恐红横扫美国 将成为最主要的毒株 在2月12号英国政府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去年9月在英国出现的新冠变异病毒株B117 不仅传播力如前提高了30到70 住院风险增加 致命程度恐比原始病毒株提高三成到七成 好 接下来看到是疫苗的部分 强生公司制药公司 最近有宣布自行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在三起临床试验的主要疗效和安全性数据 并已提交FDA FDA将在未来几周内对数据进行审核 决定是否来批准它上市 一旦被批准强生公司已经准备 最早是在3月上旬就可以分发疫苗 强生制药公司采用这个专业的病毒载体技术 要导人体产生强效还有持久的免疫反应 在美国的疫苗临床试验中 总共有43783人参加 有468例出现感染症状 那另外生物科技公司诺尔瓦克 在周一也就是2月15号告诉媒体 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实验室中测试新的 冠状病毒疫苗新版本 那该疫苗专门研发 针对南非首次发现的冠状病毒变体 好的那接下来欢迎观众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们今天的直播 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今天新闻我们有谈到 全球是笼罩在疫情之下 还有家暴事件频传 日本民众自杀率是攀高了 那民众对于哪些情绪还有精神压力 到底要怎么解决 那接下来就要谈谈强生公司提交FDA的疫苗审核 这款新疫苗跟RNA疫苗有什么不同 那对人体的作用到底还有哪一些 生物科技公司正在研发新款的疫苗 针对南非变种病毒 这些议题我们今天都会跟专家讨论 好的介绍今天直播间的嘉宾 第一位是前台大医院精神部 兼任主治医师黄伟丽申心 他同时也是黄伟丽申心诊所院长 黄伟丽医生 黄医生你好 大家好 周周好 你好 那第二位是美国的病毒学专家 他是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 林晓旭博士 嗨 Dr. Lin你好 周周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 那今天我们还会连线给日本的记者Summer 所以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跟这个Dr. Lin来讨论一下 Dr. Lin前面我们刚才新闻有报道说 这个强生疫苗其实正等待FDA的审核 那强生疫苗说只需要注射一剂 而且不需要有一些特别 比如说像这个辉瑞疫苗或其他疫苗都要低温保存 它只要2到8度C的条件下就可以保存至少三个月 零下20度C可以保存两年 所以他是推广的意思说会让疫苗的配送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个强生疫苗它的病毒载体技术报导说是腺病毒的技术 有医生说是RNA疫苗外包裹的这些这个脂脂膜容易造成反过敏的反应 造成过敏反应 那目前疫苗的过敏反应跟这个都有关系 那腺病毒的疫苗就不会 您的观察是这样吗 实际上不同的疫苗一定程度上都有过敏反应 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像mRNA疫苗那样 它外面用了这个脂的这个nanoparticle 但是呢其他的疫苗确实这个成分上会有所区别 不同公司生产的疫苗 它在所用的左剂稳定剂这些方面都会略有区别 所以其实这个本来是疫苗生产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那什么样的这个左剂能够激发比较强的这个免疫反应 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很多过去很多疫苗的研发 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调整不同的这个左剂 那不同的左剂也有不同的这个就是过敏反应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些疫苗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副作用 那刚才你提到这个辉瑞疫苗 那我给大家准备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看到这张图了对吧 是 OK 好 那这张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比较了几个不同的疫苗 那你刚才提到Johnson这个疫苗 它其实对于去年流行的病毒株 这个保护率在70% 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数据略有差别 但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范围 那对于前不久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英国变种 对这个抗体的综合力 它是有所有所有所变化 为什么这边我给了一个数据就是85.6% 避免症状就是说避免出现临床症状的话 可以达到85.6% 但是呢这里面并不包括比如说轻微的这些感染的人群 或者是没有住院的人群 那这里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你把那些都算进去 肯定这个比例也会下降下来 那最头痛的实际上也还是南非这个变种B1.351这个变种 那强盛公司只提供了一个对于这个中度和重症患者的这样一个保护率 这个50%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降了很多了 所以呢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表 基本上所有的这几个疫苗 不管是辉瑞到AstraZeneca 基本上都是面临的对南非变种这个效率明显下降的问题 是 对啊 这个辉瑞疫苗其实如果从单个突变的体外实验来看呢 它这个变化的还小 但是也有 现在也有最新的实验就是差不多会降到只剩下三分之一 那Moderna的疫苗对南非变种剩下六分之一 Novavax剩下一半对吧 然后Jones倒是剩下57% 而AstraZeneca是最惨的 它这个对南非变种就21.9% 所以现在南非已经停止使用AstraZeneca 那法国北部也停止 因为法国北部也发现大量的这个南非变种 那他们也停止使用AstraZeneca 那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个疫苗的不同的它的对比性吗 那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谈回来关于这个Johnson的疫苗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好几支疫苗在线在线上 它的安全性又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对抗这个Covid-19 但是对于这个安全性民众的人体的反应是又怎么样的呢 这是不同的这个疫苗的开发的技术 那它确实是基于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 那这个腺病毒呢 它是能够感染Chimpanzi 就是大猩猩的这种腺病毒 那本身也是活力减弱的一个腺病毒的一个变种 然后以这个变种作为基础 在这上面把这个腺病毒的这个表面蛋白把它换成 这个Covid-19的这个刺突蛋白 那这样子就说等于说你有了一个病毒的载体 那同时呢这个病毒呢 本身复制的功能又进一步把它破坏掉 所以这个病毒能够载着你这个Covid-19 或者是SARS-CoV-2的这个刺突蛋白的DNA 然后进入到比如说感染一个细胞 那么它会造成一次性的这个表达这个刺突蛋白 对吧 这是Covid-19的刺突蛋白 但是呢这个病毒本身并不会复制 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说 当然这种已经丧失复制功能的这个病毒了 当然对人体来说相对也是安全的 但是这里面其实牵扯到一个难度 就是说对人体来说 你这个大猩猩的这个腺病毒也是一个外来物 所以人体的很多的这个免疫的反应 变成是针对这个腺病毒本身去了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免费 有很多的免疫资源实际上是浪费掉了 真正能够有效针对刺突蛋白的这个免疫反应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相对来说因为它是一个 DNA形式的这种病毒嘛 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所以这个疫苗是可以在这个 就是一般冰箱温度就可以保存 那这个价格也会偏低一点 因为它只有一剂嘛 所以它的价格也比其他的这个疫苗有竞争性 所以相对来说当然在推广方面 在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话 你要推广这个Johnson的疫苗有好处 但是Johnson的疫苗开发的时间稍微比其他的疫苗慢一点 所以它现在在美国还没有就是正式获得批准 但是但是很快 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会很快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其他几个疫苗的这个针对变种的效率更低 所以这个也是免为其难 先把这个推出来应该也是很快的 我们知道南非其实现在已经在施打Johnson的疫苗 那还有个问题 因为其实Johnson他提出这个新的疫苗 说是会诱导人体产生强效还有持久的免疫反应 那它是怎么样的起这样的作用呢 这个目前其实临床的数据都还不足以说它是很持久的 强效当然是有一定的 你可以说是强效嘛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护率都是打折扣的 包括刚才给你看的这个数据基本上只有70%左右 因为它有不同地区的这个临床实验数据还略有一些差别 但是基本上也没有达到mRNA疫苗那样95%这样的左右的这么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保护率 这里面也牵扯到就刚才提到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因为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针对这个疫苗的很大的 这个努力都变成没有用的 是针对这个腺病毒本身的 所以呢这个疫苗的保护率不可能是太高的 所以当然这些疫苗公司在媒体宣传方面 当然都会强调这个比较强大的比较持久的 但是这个持久目前因为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很难说是持久的 没有任何一家疫苗公司有就是超过半年 或者是9个月的这样的这个抗体的持续性有效的这样的数据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的话都缺乏一定的严谨性 毕竟是媒体的报道 那有一个有一个点他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他预防中重症的能力有效率是百分之六十六 那我就想请教Dr. Lee这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反过来看 应该说这些疫苗如果你把轻症患者也加进去的话 他的保护率还没这么高 就是对于中重症就是你已经被感染了 然后你要病人可能是病情恶化 变成中度症状的或者重度症状的 要上呼吸机啊等等 变成这种症状的他有更高一点的保护率 但是也是相当有限 而且所有的疫苗目前都没有说能够防止人们 就是能够中断这个transmission 能够中断病毒在这个人群中的传播 也都没有这样的作用 就是在减轻这个病症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 特别是中症和重症患者会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你也看到包括中国的这个Sinovac等这些疫苗的话 他们也是强调对中重症患者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个其实就是说疫苗整体效果并不那么理想的时候 就是说你把它这个指标把它指标范围更狭窄一点 那么你就可能说对于中重症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但是你想打疫苗的人有多少人一定会爆发这个中重症呢 就很难说嘛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也是一定的 这个疫苗界的一种常用的潜规则 但是如果这样来看 说等于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加入轻症的话 它可能这个数字会有改变 那它对轻症的防御效果又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看这个目前很多公司 他们都没有提供这样的数据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报告看你怎么写嘛 就是有时候也看你实验怎么做 你就包括辉瑞对吧 辉瑞的疫苗是比较早获得批准的 但是辉瑞方面呢 它对于几个变种的这个研究呢 它没有其他几个公司做得好 它基本上只是挑出几个单独的突变 然后用这个康复血清或者综合抗体 丹克隆抗体去做这个抗体的综合实验 它是针对单个的突变 而不是整个的突变株 因为一个突变株里面 肯定有好多个不同的突变嘛 所以呢 所以它那个研究看起来说 我这个疫苗产生的抗体 对于这个变种中的个别的突变还比较有效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是打折扣的 对吧 因为如果你把其他的这个突变都加进来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效率就不像你自己想象的 或者是你自己目前这个初步实验所做的那么好 对吧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 就是病毒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个不同的突变 才形成一个突变株呢 对不对 这个病毒变种产生的过程 就说明其他的这个突变也还是有作用的 共同促成这个变种 能够逃逸免疫系统的这个追击 所以它这个是在实践设计上就是做了一些调整 使得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效果和对外公布的效果 显得还比较理想 但是我觉得实际如果严格的去做的话 这个结果未必像现在报道出来的这么理想 那另外还有一支现在也是比较受到关注 就是诺瓦瓦克斯疫苗 它这个公司它已经说正在测试新的版本 就是本来来对抗这个南非变种病毒 那原始版本的诺瓦瓦克斯疫苗 对变种病毒的有效性又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新 那这个更新版本之后 有可能对抗变种病毒吗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对于南非变种病毒 大家都是比较谨慎的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这个表 好 就是说这里面也提到Novavax的疫苗 对原来的病毒的保护率有95.6% 是比较高的 但是对于英国B117的变种只剩下85.6% 对南非变种只剩下一半左右 那这个方面呢 也是牵扯到它这个病毒本身 这个生产的这个不同之处吧 因为这个Novavax它是基于蛋白的一个疫苗 就是说它是通过不同的细胞株 它Novavax的公司用的是一个昆虫的细胞株 让它来表达这个赤土蛋白 然后它收获这个蛋白以后呢 把它用这个也是用纸的这个nanoparticle 纸质的这个纳米颗粒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作为一个疫苗 那它比较有优势的一点 就是说它这个蛋白呢 它是在一个膜与膜 融合之前的这个赤土蛋白的一个构像 那个构像就是说能够暴露出原来隐藏的一些 抗体结合的位点 所以呢它它是这样一个设计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突变株 特别是南非的突变株 它有了突变以后 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隐藏的这些 抗体的突变位点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所以使它整体的这个疫苗的效率也是下降的 所以这个Novavax它这个疫苗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是蛋白的嘛 然后呢本身不是像RNA那样那么容易降解掉 所以它也有一定的稳定性 本来因为它不依赖于体内去表达这个蛋白 它直接本身就是蛋白打到人体嘛 然后激发的抗体 所以它这个保护率 所以在最初对于这个病毒的保护率上也是比较高 但现在总体的问题就是这个病毒一旦突变以后 它要重新生产这个疫苗的话 也需要重新设计 也要把变种的序列 就是重新导到新的载体里面 然后让这个昆虫的这个细胞做去表达 所以它的工序也会相对复杂一点 是 那说到这里我们就想聊 因为其实现在有几支疫苗在线上 比如说强生疫苗啊 莫德纳疫苗还有辉瑞疫苗 还有包括诺瓦瓦克斯哦 所以哪一款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针对这个变种病毒嘛 那哪一款就是疫苗 对于变种病毒的效力表现的是比较好的呢 其实这几个疫苗现在都不理想 对于南非变种都不理想 对于英国的变种B117的都还好 一些像Noavax Johnson的疫苗都还可以 但是对于南非变种的很多都 应该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50%标准以下 即使是Johnson的疫苗 它说对于中重症是达到57% 那如果把轻微症状加进去可能也不到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基本上没有哪一个疫苗 对于这个南非的变种特别管用 了解 我想大家还在很努力的看看能不能 看怎么样来应对这个南非变种病毒 那还有现在就是因为在2月14号嘛 就是前天在纽约发现了这个新冠状变种病毒的病毒株 也就是B1256那这一款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更新一下 这个B1526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它是什么样一个特性 它传播力又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这方面我也准备了一个slide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面其实是比较了两个变种 那纽约的这变种现在叫B1.526 那跟它很接近的就是命名上比较接近的是B1.525 这个是英国也是最近比较引起关注的一个变种 它实际上在Nigeria之前就已经有发现过 那现在当然也有四级国家有报道关于这个变种 那它和纽约的变种最关键的一点的相似地方 还都是这个1484K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变种 这个变种就是能够造成免疫逃逸的这么一个突变 那有了这个变种以后 有这个突变以后 确实对于整体的防疫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南非的变种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变种 还有一个在4175.3的变种 那总的来说也是能增强这个免疫逃逸的功能 使得这个人体的免疫的系统产生的抗体不容易能够攻击到这个赤兔蛋白 那这里面目前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很多的可以说应该说是很多公司的这个 他们生产的这些疫苗的话呢 对于人体里面激发的这个沙三性T细胞的这个反应 特别是对变种的反应这方面的数据都还没有出来 因为基本上这个免疫系统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对吧一个是抗体的作用 一个是沙三性T细胞的作用 那现在基本上还局限在对于这个综合抗体的这个评估上面 对于变种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但对于T细胞的作用还比较欠缺 这个方面数据还没有出来 因为这个研究方面会相对难一点 但总的来说 在纽约又出现了也有1484K这种变种 也绝对不是好消息 那你们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中谈到过洛杉矶的对吧 洛杉矶那个L452R那个变种 它也是有一定免疫逃逸的功能 那当时大家记得那个变种 其实在整个加州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就是快速扩散开来对吧 很多社区都有了那个变种 那如果纽约已经有了这个1484K的变种的话 那它能够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的话 它一定有它在病毒生长方面的优势 所以一般来说都会很快的传播开来 所以这个也不是好消息 那如果像因为现在美国 其实出现了几款的变种病毒株 那也有提到说 未来就是变种病毒株将会来席卷全美 就您的观察是这样的方向吗 那这个病毒株它的传播跟致死率的速度又是如何呢 现在对于致死率这方面 倒是确实没有明确的一个数据 但是这个变种它有比较强的优势 躲避免疫系统 然后又有比较强的这个传播力 所以在这一点上 就是说基本上它要变成在全美范围扩散开来 基本上是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 美国现在当然除了刚才提到的纽约 洛杉矶那还有俄亥这边的发现的 20C这方面的这个变种 那这些变种的话 你只要有足够的优势 它一般来说都会在几个月内 变成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那就是看哪个更强 那在比如说你在英国方面 那现在就可以发现 就是很多变种出现 英国至少现在要应对六种不同的 这个病毒的变种在英国 那到底哪一个最后能成为最后的 王中王不知道 但总的来说病毒肯定是在这个 迅速传播的过程中 在寻找最合适的这个变种 我想现在就是 现在因为整个疫情来看 总体来看 尤其我们今天报道的这个数据上来看 这个确诊人数跟死亡人数 其实都有大幅的下降 就你的观察 目前这个下降的数据是表示 我们可以期待它更下降呢 还是我们有一些另外的 就是因为昨天的专家也提到 就是它有可能是 在暴风雨前的一个宁静 那你是怎么来看的呢 总体来说这个下降呢 你也是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你在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有了一个高峰以后 那么很多地方当然采取了更强硬的一些 这个管控的措施吧 对吧 然后呢 也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 那么它确实也是更大力度的 就是在社区中要求社区加强防范等等 那也有一些疫苗的推出啊等等 它每个方法不仅在都有效 但综合起来会有一定的效果 那另外呢 病毒本身还在寻找更强的这个变种嘛 对吧 所以它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下降 但是呢 从目前已经出现的这些变种来看 这些变种很快成为一个主导的 这个变种成为主导的病毒株的话 应该是 就是两三个月之内 应该会发现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波还会来的 所以我想这样子来分析之后 民众可能针对目前这个确诊人数下降 可能还是要特别的谨慎 并不能太掉以轻心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Dr.Lin 带来这么详细的解析 谢谢